盘山公路开车一定要知道的六个开车技巧 尤其是这样的长下坡的路段 今天我就为大家第一视角讲解演示一下 我们山路开车要知道的六个驾驶技巧 很多老司机都容易中招 第一要学会看山路的交通标志 只有看懂交通标志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山路这个弯度到底是怎么转 知道弯度以后 我们进入弯道以前 盲期比较大 我们要知道会提前鸣喇叭 第二点那么就是进弯前减速 一定要提前减好速 尤其是这样的下山路 我们一定要减速 不然车速太快进了弯道 我才发现弯道的这一个弯度特别大 那么再来控制车速 车身容易打滑 容易发生交通失故 尤其是这种弯道特别大的地方 第三点 老际左转转大弯右转转小弯 你不要以为没有车就可以走在道路的中间 尤其是这样的山路 我们要特别注意 盲期特别大 如果你没有遵行咱们的交通规则 那么很容易和对象车发生滑菜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占道行驶 他走他的最右边 你走你的最右边 这样哪怕是在弯道 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交通失故 第四点一定要知道的山路开车的打轮时机 很多朋友在这样的山路开车 稍稍不注意 不是左边刮蹭 就是右边刮蹭道 甚至怎么刮蹭的都不知道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打轮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方向盘 像车哥一样 标注咱们的安全点 我们可以用右侧的椅刮器节点 或者是右侧的方向盘 三点钟对应过去的位置 扫着我们的这个马路牙走 或者是咱们的安全护栏走 这样我们的车身不会刮蹭 同时左转时 用右侧的安全点扫线 我们能做到转大弯 车身尽量贴着走 不占道行驶 这样来开车才是最安全的 那么右转时也是一样的 用左侧的安全点 用方向盘 九点钟对应过去的位置 扫着我们的道路走 做到不牙线就可以 那么第五点 要做到开车行中有限 尤其是我们很多这种盘山公路 都没有咱们的划实线标件 尤其是咱们银贵船地级的朋友 发现没有 咱们的道路很少划有标件 明明这是双向车道 但是 你却感觉只能通过自己的一辆车 那么第六点 我们开直上路 一定要注意 就是视线一定要放眼一点 尤其是要注意 咱们的这种落石 或者是山体滑坡 尤其是在弯度上 你不但要提前减速 还要看勤 看远 看准导轮时机 你看很多地方 就像咱们那种 有山体滑坡的地方 已经把道路完全的掩盖 如果你不注意看 很有可能 你的导轮打得太急 或者是速度控制的不好 很容易策划 或者是把车辆 开一下咱们的这个山沟沟里面 所以新手朋友 一定要注意 咱们的这个世界 很重要 尤其是山路开车 前击不要分心 那么超车和会车时 大家也要注意 尤其是本地的车 可能他想超就超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 六秒看一次后视镜 防止发生咱们的交通事故 有别人超车 而自己不注意 那么会车时 我们也要学会判断 左右车界 尤其是这样的 山路可能稍稍不注意 又发生交通事故了 就像前面的车 可能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两辆车停在了咱们的弯道上 停在弯道上 是不是 如果你不会判断左右车界 那么会车时 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所以新手朋友 一定要牢记 我们的山路开车技巧 我车格如果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与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